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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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还记不记得我在旷野 跟大家一起探会幕的时候 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我说为什么 其实我问那个John 他没办法答出来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 他们有了会幕 神已经在他们当中了 他们刚刚诋毁了那个偶像 金牛犊有了会幕 但是他们还是要走40年 其实后来 我给了大家答案 是因为什么 以色列人心中有偶像 所以这个偶像其实一直没有打破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 他们甚至分裂了之后 南国北国 因为以利亚是北国的先知 对不对 他带领的是北国的复兴 对不对 这亚哈王是北国的王 那以色列百姓是北国的 他们因为心中偶像 从来没有组续过 所以他们虽然 有迦南华神 敬拜神 但是同时心中还拜什么 拜其他的偶像 在这里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什么 因为巴黎是一个什么 雨水的神 是个雷神 是一个作物丰盛的神 所以他们拜这个神 他们为了求物质的丰富 作物丰收 对不对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以利亚必须起来 要跟巴黎打仗 这里有几个先知巴黎 还有多少 还有400个是谁的先知啊 亚瑟拉 阿什里 阿什里是什么 是巴黎的太太 巴黎她自己有 有450个先知 她太太还有400个先知 加在一起850个先知 所以以利亚一个人 要跟850个先知打仗 她靠的是什么 不是可能靠的人的力量 她一定是靠的是 上帝的恩典跟能力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 这场仗打赢 但是在这个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或者是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以利亚挑战她的百姓 就是你们心怀两亿要到几十来 这以色列人民族一路的发展历史 在这个旧约圣经给我们看到的 他们始终是心怀两亿 他们又要拜耶和华神 又要拜什么 巴黎 因为巴黎给他们好处的时候 他们就拜巴黎神 如果耶和华神给他们好处的时候 他们就拜耶和华神 其实今天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相当是一样的 因为什么呢 我们常常是什么 我们在物质世界需要得到好处的时候 我们就追逐物质世界 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 我们有内心需要的时候 我们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其实这种人生是最最艰难的 因为什么 这叫脚踏两只船 最后是两头 两头落空啊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这个情形很特别了 风很大 那我不知道 那个三千年前 他们打仗的时候 是不是像今天这样的一个 我估计可能是天气很好了 否则那个云就看不到嘛 对不对 但是我在这里刚刚很大的风的时候 我就想 诶 这好像是个打仗的天气一样 但是今天呢 弟兄姐妹 上帝就急着这个机会 在挑战你 不要心怀两意 OK Aven 咱们